狮子会是五大国际社团之一 多年来一直积极投入各种公益慈善服务工作 受到社会各界肯定 2018年7月22号傍晚5点开始 国际狮子会300西万区 在台中市北屯区威格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第28届、29届总监交接 祭礼监事跟区务人员宣誓就职典礼 现场有许多室友跟贵宾参加 场面盛大又温馨 在交接仪式之前 由前总监业裕监上台致辞 肯定跟赞赏新任总监林殿上 他也相信在林殿上总监的带领之下 国际狮子会300西万区 未来一定会更加蓬勃发展 西安西是一棒接一棒 棒棒都强棒 我们今年度1819的林殿上总监 相信他有智慧 绝对他肯出认真 我现在看他这种行动 绝对会把西万区带到高峰 就在前总监致辞后 师友们举起国际狮子会300西万区的旗帜 缓缓走入会场 接着新任总监林殿上也在夫人的陪同之下 率领包括副总监显抗力 在内的其他狮子会干部跟领导人一起上台 进行前任总监跟新任总监的交接仪式 并且制赠礼品 所有的新任狮子会成员也同时举手宣誓就职 林殿上总监一上台 就代表所有的新任区务人员 向在场所有的贵宾深深一举功 感谢大家对他们的支持跟肯定 感谢你们在百里行之中 终后一年参加今天的总监交接典礼 亲爱的姓佑环 今天你用行动来支持电商 未来的一点 电商以全体服务团队 将你一颗真诚服务的心 以我决定亲爱的姓佑环 共同携手心理心 创造一个清澈群立 真诚服务团结和解美好的西湾区 曾经就读加南药理大学 张师大IMBA班的林殿上总监 在1980年创立福伦西药房 发现台湾医疗城乡差距大 为了造福地方乡亲 所以在1993年建构福伦连锁药局体系 并且担任董事长 林殿上平常就热心工艺 也经常出钱出力帮助弱势 提供奖助学金给母校 可以说是实践了300西湾区 群策群力 真诚服务的主题目标 这是一个责任的开始 我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来扩大服务 为我们社会尽到一个社会责任 来服务整个社会需要帮忙 需要我们服务的弱势团体 只要需要的地方 就有我们的私有站 在这次的总监交接仪式当中 台中市副市长张光尧 立法委员卢秀燕 台湾传播媒体协会 理事长黄胜一 跟许多贵宾也都出席这场盛会 张光尧跟卢秀燕 还亲自上台致辞 肯定国际狮子会300系万区 跟灵电上总监 对社会的付出跟贡献 台湾是全世界最大的团队 政府事前 如果要透过 有个小的社会 来让我们社会 起源 我相信 可以 各家成立 我也是狮嫂 时代狮子会 也因此未来在最大家庭 我会更加的关心 许多贵的支持 先恭喜我们 理事林登上 区先生当前 师子会 300 总监 所以今天很高兴来参加 他的交接典礼 在此之后 他恭喜恭候 国际师子会300系万区 新任总监林登上 平常就正通人和 交友广阔 所以有数千人前来参加交接仪式 宴席超过一百多桌 好酒好菜 加上还有舞师热舞表演 让现场充满轻松热闹 又欢欣鼓舞的氛围 林登上总监表示 就任总监只是一个开始 将来他有信心 带领国际师子会300系万区 举办更多的公益活动 造福更多的私有跟民众 促进台湾社会的富足跟发展 记者萧又金 杨静 台中报导 祂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